你就不相信佛的话 对佛讲的不能相信 不敢相信 你还是相信你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错了 真正相信佛 佛教我们做 我们真做 做了之后 果报果然下去 所以 邪 邪下面是得了 邪你就得到了 邪财得财 邪法得法 所以法不识得聪明智慧 无为不识得健康长寿 你看这三样东西人家都要 想要财富 想要聪明智慧 想要健康长寿 他又不肯修 不修音 拿来的果报 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四十真相 接受佛教会 一教风行 偷到的念头没有了 从根拔掉了 我们懂得 我过去身中 我过去身中 年轻的时候 受了许许多多的辛苦 亲身 没有修才博士 生活非常艰难 我的老师 方东北先生 人也非常聪明 亲身也没有修财富师 一生教书 拿一点终点费 过日子 生活过得很辛苦 我们学佛之后 恍然大悟 学佛之后呢 虽然每个月 收入很微薄 除了生活 必须贫之外 通通去布施 去做好事 这几十年当中 越修 越自在了 感应不可思议 佛在经上讲的 这些理根思 在我身上都应验了 都兑现了 所以我越来越相信 信得越真 行得也越切 那么大家晓得 我的发源很好 年过去 在新加坡 眼陪发师 有一天 特别请我吃饭 我问他老人家 你今天 为什么请我吃饭 今天我有一桩事情 要向你请教 你要教教 我不敢的 他是我的前辈 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你的发源很好 你能不能教教我 我说这个事情 很简单 布施 布施 发源就好了 财布施 发布施 我到任何地方去奖金 人没有到 借源的这些 经书 录像带 微信地 统统都到了 我无条件地 跟大家借源 要多少 你拿多少 发源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我要跟别的发师一样 我接受供养 我就盖个大庙 我的发源就没有了 很多发师跟我同时出家 同时出来的 他们都有很多道场 我呢 一个道场都没有 这是什么呢 这是 法布施带来的智慧呀 释迦摩尼佛一生 没有道场 我向他学习 跟他看齐 一生 住别人的道场 尊重别人 换句话说 住持道场的人啊 像道场是学校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 你看现在佛教道场称四 四是什么意思 现在懂得四这个意思的人 已经不多了 四是学校 是政府办事的机构 外国人叫office 我们现在叫办公室 你们如果到这个中国 去观光旅游 你看看北京的皇宫 里面 这个四的名称还有 古时候 直接属于皇帝 管的这个办事的机关 臣四 四是什么意思呢 四是永远存在的机构 四是这个这个 祭祭祖的意思 就是继续不断 这个机构 永远不能够撤销的 不能更改的 称之四 是皇家的机关 再向下面的机构 称部 称院 那个可以撤销 可以更改的 四不能更改 这是中国古时候的帝王 对于佛陀教育 直接用四这个名称 非常的尊重 四里面的方丈 住持校长 这个四是办什么事情 佛寺 佛陀教育机构 从前是这个 这种性质的 所以在里面 翻经 讲经 教学 这是佛寺 与宗教完全不相干